新冠疫情仍然在全球肆虐 同时新冠疫苗的接种工作 就已经在多个国家进行之中 而卑斯省也正是分阶段 展开新冠疫苗的接种计划 希望尽快可以压止病毒的传播 保障省民的健康安全 但是有全国民的调查者显示 只有不到半数的国民 确定会接种新冠疫苗 有很多人对于疫苗的安全性 以及有效性 仍然存在着疑问 究竟现阶段在本国求入使用的新冠疫苗 有效性是怎样 是否真的存在着副作用 而外界对于疫苗的质疑 事实又是怎样的 你必须健康地保障 你必须健康地保障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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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後排隊不到10分鐘 楊女士就在女兒的陪同之下 進入室內準備接種 不在等待30分鐘後 就再次看到楊女士出來 由於本身在中國也都是醫務工作者 楊女士一直都是持續關注新冠疫苗 所以對於疫苗的安全性 她並不是很擔憂 我以後我就特別希望能早點打 打上疫苗產生抗體 我盡快回國 就這樣的 但是以前想打 可能也沒這個機會 現在開放了 可以預約了 所以說女兒就趕快給我在網上預約了 從打電話到接到通知 不到一周時間 效率特別高 挺高興的 覺得這點挺好的 像輝瑞把它有效率是90% 莫德納是94% 有效率 而且安全性特別好 到目前為止 就我知道 沒有一定死亡病例 與這兩個疫苗有直接關係 所以說這個安全問題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放心 我就是沒有什麼特別大的顧慮 不過對於當局目前 將新冠疫苗第一針 以及第二針相隔的時間 延長之四個月 楊女士就坦然 對於這點的確有點擔憂 因為一般來說 各個國家到目前為止 最長的距離是兩針的間隔是三個月 十二週 第二針是個加強針 那你還是應該趁熱打鐵 對不對 還是應該在比較短的時間內 起碼是兩週之內吧 打至最後 所以說我還是有點顧慮 有點疑慮吧 事實上 擔憂兩針疫苗 相隔時間過長的省民並不少 對此 BIC大學醫學院副教授 兼BIC省兒童醫院疫苗評估中心主任 Manish Sandaragani醫生就解釋指 根據研究證明 相隔四個月的疫苗效用 與相隔短時間接種所產生的效力 是相同的 如果有少許下降 四個月 你會期待好的防疫 會長至四個月 然後再加速後 你會期待一些更多防疫 我認為在整個疫苗 如果你可以把疫苗減少 一段時間 一段時間的防疫 會比較好 我們會待在看 這些疫苗 是否是個案 直至目前 加拿大衛生部合共批准了四款疫苗 分別是輝瑞 莫德納 瓦斯利康 以及強生 而BIC省目前已經投入使用輝瑞 莫德納以及瓦斯利康疫苗 而本省的新冠疫苗接種計劃 已經是展開至第三階段 所有18歲以上的省民 現時都可以通過電話或網絡 進行登記註冊 Sandara Ghani醫生說 接種疫苗 通常會有一些常見的副作用 即是接種疫苗之後 身體出現反應 而這幾種新冠疫苗的反應 目前非常相似 而且並不嚴重 最新冠疫苗接種疫苗 非常非常 rare 所以主要是 他們的最新冠疫苗接種 我們會有很多新冠疫苗接種 但他們可能會有一點 比較多的新冠疫苗接種 人們會有可能 遇到一些症狀 像 瓦斯利康 或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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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大多數人 在接種新冠疫苗之前 無需要做過多的準備 而對於正在服用免疫抑制藥物的人士 就需要在接種之前 致信醫生 前秘斯大學生物工程系教士 現時是家庭醫生的 伊斯拉克國醫生說 對於一些過往在接種其他防疫針之後 會產生嚴重反應的人士 可能天生基因容易對疫苗產生副作用 就要格外小心 醫護人員 工作人員說清楚 你是對多種藥物很敏感的 所以打完針之後 變成我們就要 他留下多一些時間 讓我們去看清楚 他有沒有什麼反應 通常我們打完針之後 我們都會叫人留下15分鐘 去看看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如果是真的對多種藥物敏感的人 或者那些很嚴重的敏感病的 可能他留久一點 30分鐘或者長一點 肯定他本身打針的地方沒有問題 Sandara Ghani醫生說 目前對於新冠疫苗的事效性 仍然是跟蹤研究階段 不希望未來能獲得進一步的調查結果 但是隨著變種病毒的出現 目前所接種的疫苗又是否有效呢 郭醫生就這樣回答 讓我們的免疫系統再更新 讓變種病毒對我們人類沒有那麼大的影響 但是同時間 我們今天如果打了之後 我們會不會對變種了的病毒 都會有些保障呢 相當程度都有 但是是否百分百分 不是 因為我們身體的免疫系統 都是嘗試去對抗一些不同的病菌 所以變成病菌和病毒 所以變成我們能夠打到防疫針的時候 相當程度身體也有警覺性 嘗試去對付一些類似的病毒 根據衛生局的統計 直至5月6日 全省一共進行了1995,496劑的新冠疫苗接種 當中95,868劑是第二劑的疫苗接種 不過郭醫生也提醒指 疫苗的主要目的 是減輕感染新冠病毒之後的病症 因此並非接種疫苗之後 就無需再採取防護措施 那些人仍然有病症 但病症就不會很嚴重了 打針那些人就不會有嚴重入院的情況 亦都更加不會有生命危險 甚至死亡 其實我們明白新冠狀病毒 我們看不會去到劣絕的階段 因為新冠狀病毒都跟以往的病毒 很類似 就是會不斷傳染 我們整個地球裡面的人口都不會全部免疫 而有新冠狀病毒將來更加有其他的冠狀病毒都會有產生 所以就算我們大部份的人口打針 有了免疫的時候 也不等於我們可以完全放下防疫措施 在明天這個預防措施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接受多了的活動 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可以多了很多 變成我們生活得可以多回復正常 在4月初當局已經是批准省內多間的藥房 可以為省民接種阿斯利康疫苗 目前藥房的接種情況是怎樣 而對於有民眾對於新冠疫苗的安全性 仍然是存在著質疑 醫生又將會怎樣一一解答 休息回來再看 回到節目時間 隨著全國各省都逐一開放 國民登記註冊新冠疫苗接種 與疫苗有關的詐騙案件就載出不窮 同時在華人社區 仍然是不乏有擔心疫苗安全性的聲音傳出 由醫生就通過講座 在線解答疑問 希望進一步提高公眾對於疫苗的認知 藥劑師陳柏浩 所工作的藥房 自4月5日起就為公眾接種新冠疫苗 目前已經有過百名人士在這裡完成疫苗接種 柏浩說一開始的時候並不需要預約 但是就在安排上造成一定的困難 因此目前只能夠接受預約 現在開始期待很長 看看有哪些人沒有出現的 我們叫做no show 我們就會立即打電話給 待期待上面的人士 立即進來打 通常大概二、三十個左右 預約方面就是通常他打電話進來 我們先進去藥房 約好時間 然後他進來時就帶了一張Care Card 即是那張BC Care Card 幫他登記一下資料 回答一些問題就可以打針了 不過打完針了整個流程 就可能要在藥房等15分鐘 看看有沒有任何的病發症 如果沒有的話就可以回家了 柏浩說 目前藥房只是提供亞斯利康疫苗接種 而剛好這一天全貨已經全部接種完 預計要在5月初或者5月中 才會收到新的疫苗 他們基本上每個星期或每一日 他們都會跟我們更新的流程 我們亦都跟隨他們的指示去做 剛開始4月初的時候 一定要是55至65歲之間的人士 後來上個星期開始就改變了 現在1981年或之前出生的人 即大約今年40歲或以上的人士 就可以進來打針了 影響一定有的 就是不會很大 因為突然之間藥房忙了很多 人手都非常緊張 有時候會 可能進來配藥的人士 可能需要等久一點時間 但是整體的流程都OK 他亦都表示 有一些公眾的確會向他們表達 對於疫苗安全的擔憂 因為有很多人 可能在網上 Google或者新聞那裡 都會聽到一些副作用 他們自己本身也是在吃很多藥 特別是年輕大公公婆婆 他們都會緊張 疫苗會不會對他們的健康有影響 我們都會花一點時間和他們講解一下 另外我們有些書籍已經印定出來了 就可以讓他們看看 根據民意調查公司Inside West 近日一項 國民接種新冠疫苗醫院的調查報告顯示 除了16%已經接種了疫苗的國民之外 只有不到一半的國民 8%確定會接種疫苗 有23%的國民 就仍然對新冠疫苗存在疑慮 而有接近15%的國民就表示 不太可能去接種疫苗 還有3%表示 絕對不會接種新冠疫苗 前卑斯大學生物工程系教授 現時是家庭醫生的Isra Kwok國醫生說 事實上在華人社區 公眾對於新冠疫苗的疑慮一直存在 很多人都持觀望的態度 想等其他人接種完之後看到結果再作決定 有些人覺得他們自己不想接種疫苗 如果能夠周圍的人每個人接種疫苗 那他們自己就會安全 其實這個說法就不太對 其實接種疫苗和不接種疫苗的人 都會不斷傳播新冠狀病毒 只要接種疫苗之後 就不會有那些問題 所以有些人不接種疫苗的時候 等不等於接種不到新冠狀病毒 一定不會了 我們多人接種疫苗的時候 生活開始回復正常一些 開始人接觸了 變成容易傳播的機會更加大 所以那些沒有接種疫苗的人 他們更加會更容易接觸到新冠狀病毒 這是遲早的問題 如果我們越不接種疫苗 我們就越讓這個疫情噴得太遲 而針對近期公眾對於新冠疫苗 越來越多的問題 列治民社區聯盟和列治民嘉華獅子會 就在上個月聯合發起 在線新冠疫苗專題粵語講座 同時設置普通話翻譯 並請來了郭醫生為本地華裔社群 解答關於疫苗的疑慮 郭醫生說該個講座目的 就是要鼓勵大眾進一步了解防疫知識 認識到接種疫苗的重要性 人民打到這個防疫針的時候 能夠盡快可以控制這個疫情 讓我們每個人的生活 盡早回復正常 第一,我們那個四種的針都是很有效 避免到一些嚴重新冠狀病毒的結果 合避症入醫院去ICU甚至死亡都可以避免到 第二,那個打針的風險其實很低很低 相對來說,打了針的保護性 比我們的好處和效用更高 所以大家是不需要擔心去打這些針的 對於有公眾質疑,新冠疫苗研發速度過快 那麼恐怕有安全隱憂 費斯大學醫學院副教授 兼費斯兒童醫院疫苗評估中心主任 Manish Sandaragani醫生也表示 這是一種誤解 從經濟人,從醫院院,從醫院,從醫院 從醫院,從醫院,從醫院,從醫院 從醫院,從醫院,從醫院,從醫院 來做這些針的服務 從福利益科捷復,從醫院的掌握 是沒有在缺失,只是在掌握 有掌握,從醫院所說出現 所以如果一種新冠疫苗 你如果有新冠疫苗,從醫院 從醫院,從醫院所考慮的 理論部,從醫院,從醫院 去做研究室,你去掌握 而有正在準備懷孕或孕婦擔心 新冠疫苗會對母親或胎兒產生傷害 他亦表示事實並非如此 反而大多數懷孕人士都應該接種疫苗 現在懷孕的媽媽如果她染了新冠狀病毒 反而有些嚴重的後果 例如嬰兒會早產甚至可能胎兒會掉了 也不奇怪 相反來說打了針反而可以避免嚴重的病出現 讓懷孕過程更順利 而對於有公眾認為 感染過新冠病毒的人自身會產生抗體 所以無需接種疫苗 郭醫生表示 這樣是完全不正確的 那些COVID-19新冠狀病毒 正如剛才剛才說的會變種 不是說它變一種種 而是它不斷地自己變種 所以在變種的過程當中 如果有些人 他曾經已經染上了 確診了新冠狀病毒 等不等身體有完全免疫的作樣 而不是 而在郭醫生自己的病人 以及他幫助接種的省民之中 暫時未見到有嚴重反應 同時他就表示 輕微的副作用並不是一件壞事 說明了身體正在製造抗體 來對抗新冠病毒 而隨著國民開始登記註冊疫苗接種 不少不法分子也開始 借機尋找詐騙對象 加拿大反詐騙中心 早前就曾針對 與新冠疫苗接種相關的詐騙問題 發出過警告 比斯理工學院數碼監證是港師 以及電腦罪案專家 Ilya Levasky就回憶指 她朋友的母親 沒多久之前 就接到了疫苗詐騙電話 對方自稱是 非沙衛生局的工作人員 她們已經出現了 只有快速人會發生 可以膨脹 你知不知道 我們可以避免 Facial Health 現在有新的服務 你需要來付我 你的信用卡 我們也要付你50元 我們會把你家 送一個公司 你家 提出的註冠疫苗 Illia說 所有案件中 詐騙者都是利用疫情帶來的焦慮 有使人主動交出一些個人的財務信息 而不僅是長者 年輕人也存在受騙的風險 而現時與疫情有關的詐騙手法 也是層出不窮 Illia坦言 隨著加密貨幣的興起 打擊這些騙局就變得更困難 而為了防止被詐騙 公眾一定要有基本的認知及警惕性 如果你的股票上升 你會被診斷 你甚至少想要付錢 你必須知道所有的基本 你必須知道 沒有人會送別人到你的家 你必須知道 沒有人會賣你一個私人的疫苗 我甚至少想要 沒有錢可以從你的袋子裡出現 悟兒因為疫情而滯留在加拿大已經一年的楊女士 現時就希望能夠在四個月之後 盡快接種完第二劑疫苗 順利回到中國 悟兒她也呼籲大家 在利弊權衡之下 應該盡早接種疫苗 比不打還是好的 對於我們想回國的人 你打了疫苗又扛鐵了 這樣在旅途也安全 在飛機上也比較安全一些 好了今晚的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如果觀眾對我們的節目有甚麼意見的話 是很歡迎大家以電郵的方式 跟我們聯絡的 我們的電郵地址是 MAG26 at FairchildTV.com 如果觀眾想重溫今集的節目 也可以上到我們的網站 三個W.FairchildTV.com 點擊節目重溫一欄 就可以看得回 好了下星期同樣時間 再和大家見面 晚安